分手后可以做和合法式来挽回另一半吗 当然可以 但做和合法式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多 以下的几点就要千万记在心上 在做和合法式之前需要扪心自问 求复合的心是否真诚 不少人挽回恋人总带着一些其他的目的 例如挽回是为了报复打击 或者是看上了对方的物质价值 但有这样想法的人 从根本上心就不成 心不成就难成事 其次是信任 如果抱有常识半信半疑的态度 揣测和合法式的真假 那就算做了法式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甚至没有效果 更有甚者还会彻底斩端情缘 最后就是在做和合法式之前 先测一下双方的命格是否为童子命 有童子命的人对姻缘不利 需要先化解掉童子命 还要看两人是否有堕胎罪业 未出世就夭折的英灵怨气极重 如果曾经二人有过类似的罪业 那么做和合法式前 要化解掉存在二人之间的业障 才能保证和合法式的顺利进行 以上这些事情都解决之后 再通过和合数调和 就会成功挽回前任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更加稳固 以上如果还有疑问 可以咨询老师 我来为你解答